谁知道刘毅看上眼前这个弹琵琶的小娘子 叫到跟前腰没有搂热呢 就让那个小白脸的琴师拿香炉给砸了 可亏侍卫手快拦住了 不然他还不叫人开了脑瓜 让侍卫抓住了那个琴师就打 刘毅毫不在意会把事情闹大 只想出一出心头的恶气 他看到侍卫们只是揪着那琴师垂上两拳 半点都不解气 恶狠狠地骂道 平日白痒了你们 连个人都不会打 胳膊腿都给我卸了 衣服扒光了丢了接上去 不要 你们别打我相公 小白是在刘毅的手底下挣扎 想要用头撞开他 却被刘毅一使劲扔到了栏杆上 当场磕晕了过去 娘子 娘子 放开我 十一爷呀 使不得 这可使不得 您大人不及小人过 有什么 灵符急得是一头汗 他极有眼力 一早就认出来眼前 这是哪一位祖宗 讲理讲不通 又不能跟他硬碰硬 只能坐一求饶 在一旁拦着劝架 可不能真叫人 把拨光了扔到街上 闹出这么大事来 往后忘记楼的生意还怎么做 就连东家都跟着一起丢人 滚开 刘毅嫌弃灵符的叨叨 一脚踹在了他的腰肋上 把人踢倒了冷冷地甩去一眼 哼 你既认的爷就该晓得爷的脾气 在这京城里可是个说一不二的 再敢废话半句 连你一起丢在街上 从旁边雅间里出来看热闹的客人 少不了王孙子弟 却连个仗义直言的都没有 吴不是害怕招惹了刘毅这个爸爸 却在这时 一连嘲讽的声音直直地插入其中 哟 我当是哪位爷呢 好大的火药味 我隔着楼都闻见了 刘毅正在气头上 闻声转过脸 一看到站在走廊边上的虞书 表情僵硬了一下 黑着脸道 你怎么在这 四周桥热闹的 见到有管事的出头 都好奇地移过目光 看着这不自量力的人吃挂落 虞书看着刘毅 见到他的第一反应 便猜到季心璇 还没有将自己糊弄他的事告诉他 心下一阵轻松 知道刘毅对自己还有顾忌 当即挑高了眉毛 冷笑道 我还是要问您在这里干什么 不是听说十一烟摔了一跤 正在别管养伤吗 这才没几天的功夫 您就能跑出来溜达了 该不是耗了伤疤忘了疼吧 刘毅这个人很好琢磨 看上去很辣 实际上是个吃软怕硬的东西 越是恭敬他 他越翘尾巴 反而是越吓吓他 才能叫他谨小慎微 所以虞书更不会给他好脸 几句讥讽 就让刘毅清楚的 他暗指那天在穷雨楼上的事 一时心虚 加上有所忌惮 避开了虞书的眼睛 硬是压下火气 闷声道 爷 爱上哪就上哪 管你什么事 四周人原本等着瞧虞书吃挂落呢 谁想到这刘毅在这小姑娘面前 竟然先露了窃 言语中虽然不甚明显 可的确是藏着退让 于是不由的纳闷起来 按道 这姑娘是哪一路的神仙 竟然能让十一皇子服软 虞书这下更拿吻了刘毅 撇了他一眼道 十一爷想上哪去 我是管不着 可您到我们家酒楼里来闹事 就由不得我不管了 刘毅疑惑的瞅瞅他不幸道 你们家的酒楼 这座酒楼是你们家开的 于书看出他不知这是薛瑞的地盘 也懒得提醒 既然他已经出面 就不会再拿薛瑞的名头顶事 他扭头看着 看到傻站在一旁的伙计 贵妻和贵八 就指着爹坐在地上的灵符 美好气道 愣着做什么 还不快将你们的掌柜掺起来 两个人如梦初醒 连忙应声道 是是是姑娘 灵符被人扶起身 看见于书震住了刘毅 暗虚了一口气 满脸羞愧的朝于书道 小的没用 饶着姑娘了 于书摆了摆手 若有所指的说了一声 不关你的 这叫客大欺主 刘毅咬了咬牙 扳起脸对于书道 怎么说话的 是我欺负了他们 还是他们不懂规矩 你自个儿问问 于书冷眼看着边上 昏厥过去的小白事 和被人打得一脸血的 拱情诗 美好气的对刘毅道 是 我倒是要问问 这夫妻俩是怎么惹着您了 泛着您千金之躯 跟两个卖艺的志气 闹得要死要活的 连脸孔都不顾了 您就半点不嫌丢人现眼吗 刘毅被虞书几句话 呛了是脸上红白交错 胸前是意起意浮的 向张口说说 刚才在雅房被人丢香炉的事情 却又不好意思 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说他是轻薄了一个卖艺的 话堵在喉咙里 偏偏刺那哑巴吃了黄脸 有苦都说不出来 怎么 十一爷不说了 他们如何不懂规矩 您明白说出来 不用您教训他们 我这个管事的也轻饶不了 但是我丑话可是说在前头 您要是说不出个子丑眼卯来 白白坏了我们忘鸡楼的生意 我也不会忍气吞声的 刘依一脸憋屈的看着虞书 心知有他在这里 他是逃不了好了 于是重重的哼了一声 嘴硬道 哼 我懒得和你计较 说吧 却还是挥手 让侍卫将人给放了 背着手就要走 惹不起 他还躲不起吗 一帮人惊奇的看着这一幕 不敢置信 这小霸王是要顿走 十一爷且留步 本店小门小户的盖不赦账 虞书是咽过拔毛的人 他瞟见了屋子里边 桌上一桌韭菜 哪里会让刘依占了光吃白食 刘依脚步一顿 有眼的人都能瞧出 他脑门上快要冒烟了 给他 是 侍卫留下结账 一手掏给了虞书一张银票 看都没有看面额 就匆匆地跟着刘依走了 虞书冷眼看着刘依的背影 心中暗道 早晚都要撕破脸皮 怕他坐顺 等人走了 虞书才让拱情师将小白氏带下楼去 转头对着楼上窃窃私语的客人咣咣手 一扫先前的冷嘲热讽 语色欠然道 各位 小店照顾不到 惊扰了各位用膳 今日的酒席全部记账 还请各位包涵 下次再来光顾啊 众人见到刘依都在虞书面前吃了亏 哪里会不给他面子 何况白看了一场热闹 又白吃了一顿饭 有谁不高兴的 一个个笑着 同他打起了哈哈 纷纷转头静了雅间 处理完这些事情 四抽清静了 虞书神情才缓和 转头关心起林浮 刚才又没有伤着 林浮赶紧摇头 手扶了一把腰 苦笑道 小德不碍事 只是没用 出了事 还要姑娘担待着 得罪了那位爷 回头公子爷 小德这事 小德真不知如何交代 见他愧疚 虞书不以为意地笑了笑 将刚才刘依给的银票 递给他 让他结算今日免账 绰绰有余 一面领着他下楼 一面告诉他 我和十一皇子 本来就有过节的 顶多在天一桩 这不关你的事 你也不用往心里去 倒是情师夫妻 受了惊吓 你和我过去瞧瞧 安慰几句 别再把人 吓出病就不值了 林浮 见虞书 开罪了刘依 不惊不惧的 不怪罪 他处事不利 反而将事情 安排得面面俱到 顿时 又对这位年纪轻轻的管事姑娘 恭敬了许多 啊 是 两人来到后院 情师的屋里 小白氏已经清醒过来 正两眼红红的给拱情师 擦着额头上的伤口 夫妻俩一见到虞书进来 赶忙站起身子 一个抹泪答谢 一个面红告罪 啊 切身 多谢姑娘 求我家相公 是公墓的错 冲动惹怒了贵人 请姑娘责罚 虞书却丝毫没有责怪 他们惹祸的意思 想想看 一个男人 若能容忍别人 当面欺负他老婆 或畏惧权贵 不敢吭声 那才叫 白掌了三条腿 令人不齿 不如投胎重新做人 这孔卿师 他听说是一位 前朝明家的后人 情传绝篇 一首七弦奏的出神 只是祖上落难 才被薛瑞 从工人院重金买回来 养在这望鸡楼里 平日不是贵客 都不会让他出面弄情 啊 不打紧 你们两个无需害怕 今天这事 算是接过去了 近几天不要出门 就在楼里养养伤 等风头过去了 再为客人抚情 虞书劝慰了他们几句 又怕刘毅下黑手 派人在外头盯着 所以存心让他们避一避 安抚过情师夫妻 虞书再回到休息的屋子 桌上的饭菜已经凉了 灵夫赶紧喊人 再重新张罗一桌 虞书叫住他说 不必了 天色不早 你去雇一顶轿子送我回去 灵夫答事 出去安排好 回头还是从厨房 拎了一只保温的食盒 装上了几样热汤热菜 将虞书送上了轿子 回过头来进了酒楼 该干什么还干什么 稍晚一点 有人结账时 打听虞书的事 灵夫一个字都不多嘴 不想 如此更想让人好奇 不几天 今日的事情 就在私底下传了出去 十一皇子 这位小霸王 竟然还有害怕的人 薛瑞尚未归京 虞书只好将他送的 那辆马车领进院子 让人卸了车厢 将那匹成年的壮马 和他的小红 放在了一间马棚里 所谓同性相斥 异性相惜 这一公一母 一红一排的两匹马 相处的倒也融洽 见了面 便交头接耳的混在一起 让人省心 刘潭只给虞书放了两天假 带上一颗放榜后第三天 就派人将他接到了别馆 把你好的候选名册交给他 与贺兰筹 虞书同上一次一样 向刘潭提出要在家中研究这份名册 因为有上一次的四喜临门 刘潭很放心他 当时便准了 所以虞书这一天就没有跟着刘潭 同去双阳会 原路坐轿子回家去了 轻车熟路 虞书用了两天的时间 运用获释法则 将近百人的名册整理出来 从中挑选出三个最优的人选 夜晚 坐在书桌前 虞书看着手中的几个候选人 笔杆子轻戳着脑门 心中有几分迟疑 要不要将他的名字添上去 不是他自夸 这算学一科 就论他考试当天答题的感觉 排不进三甲 至少也是前十 如若不然 那就是主考官的脑子有问题 天上他的名字 文宝可以为刘潭锦上添花 再让他借此机会 在双阳会上露一露脸 只是这么一天 到时候他就实打实的成了刘潭的手下 背后打上九皇子的标签 不就相当于正式参合进了皇子们之间的逐鹿吗 到那时 作为争权夺势的一枚棋子 任人利用 他还有什么精力去研究他的数数之法 不妥 虞书权衡得失 最后还是觉得不得将自己的名字添上去为妙 收拾好了笔墨 忙了一整日 虞书走到外边院子里透了透气 这个时辰 赵慧夫妇已经休息了 于小修也温习完功课 房里的灯都熄了 只有他的屋檐下的灯笼还亮着 照亮半丈脚下 抬头一望 只见星熙月明 这不是一个观星的好日子 可虞书仍然仔细地从中观望出一副 凹头独步之像 这是由此心格的主人将要经榜提名的正照 此像常常会在春季两榜时节 引现于星河 久不知 硬的是哪一个幸运儿了 司机此处 于书不免生出感慨 狄固道 这四天间也真是的 既然没有榜首 干脆就让我做第一好了 非要弄个空缺 给我排了个老二 所谓人心不足 正是如此 齐树一科放榜之前 于书并未寄望 谁知进了三甲 这会儿又嫌弃 没能捞个魁首当当 彻底的风光一般 唉 算了吧 没那个命呀 于书生了个大大的懒腰 转身回房睡觉去了 就在于书熟睡之时 薛瑞风尘朴朴地从今外办事赶回来 刚刚回到了尚书府 由于太晚 便没有惊动院中的下人 只让徒人烧水准备浴汤 贴身的小丝伺候了书喜 旅途劳累 薛瑞随便吃了份宵夜便睡下了 一夜过去到了第二天早晨 睡眠不足的薛瑞 还是习惯性的天不亮就醒了 叫来门卫首夜的贴身小丝 打水洗脸 换上了一身宽松的松绿长袍 到后院小花园旁的无常打拳 边上一溜衣冠整洁的侍从立着 有端银盆的 有折汗精子的 有捧披风的 还有拖着茶匾的 一套秦贺拳刚打出有些汗来 便见到上院的老管家 笑眯眯地站在走廊下等候他 薛瑞收起拳室 沉淀了一下口气 上前换道 斩博 斩敖是尚书府中 名副其实的大管家 名为薛家的下人 实为薛灵男的左膀右臂 四十余年的主仆勤奋 在这诺大的府邸中 没有一个人敢拿他当仆人看待 就连薛瑞也要存着几分尊敬 换一生斩博 大公子昨晚才回来 为何不好好休息着 这么早就起来了 斩敖接过下人手里的汗金 在热水盆里拧了一把 抖开了递给薛瑞 薛瑞一边擦汗 一边说道 晚点我还要进宫去向圣上赴命 所以没能睡个懒觉啊 早点还没有吃吧 老爷知道您回来了 让老婆请您过去 一同喝早茶 斩敖看着自家成长的 一表人才的少爷 作为府里的老人 十分替主人欣慰 我回房换件衣裳就过去 老婆厚着 薛瑞回房梳洗干净 和斩敖一起 跨院去了上房 薛灵男 惯爱在木梅厅中吃早茶 一壶香茗 荤素冷热茶点 各两小碟 窗来外 井井生着一棵孤零零的梅树 说不出什么珍惜的品种 然而 春来秋去花开花谢 他几乎每天早晨 都会来看一看它 府里的人都知道 老爷爱惜这棵梅树 却没有人记得 它是从何开始的 了